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市场波动到美国市场 我说的波动不是会大上大落 而是感觉非常静 但突然向下移动 这些市场不适合做任何炒作 宁愿先看清楚 我说的是比较谨慎的炒家 如果做炒家不谨慎的话 不如别做 大家听到炒字 这班炒友乱来 其实不是的 是非常高深的学问 需谨慎时便要谨慎 需要去玩东西便去玩东西 难怪这星期市场情况 可以说是流离星期一至今 几乎正过轨 成交疏落落 成交量非常薄弱 证明大炒家一早开盘等 又或一早平仓看大戏 看完后再入市 炒家有很多种 也不怪他们的市场 近年来市场太多出人意表的事 上变得很重要 以炒家也好投资也好 最重要不要连本也输卖 留得青山寨 哪怕没柴烧 星期一本蓝也曾经介绍过 买欧元孤英镑 亦都给了理据 但这本似乎不动 经常停留在0.87至0.873之间 买欧元孤英镑又移动 这些交叉盘是这样的 所以我那天非常强调 星期三便要平仓 不要等到星期四出来 事情发展才平仓 千万不要太贪心 因为大家都预料不到会搞什么 这个盘是两头不到岸 不到目标隔很远 也不到止损隔很远 也不到止损隔很远 希望你们全部都听清楚 星期三之前要平仓 这是短炒策略 既然不开盘又没有盘 市场成交疏疏落落 今天只要谈谈今天会发生的事 大部分都是从小弟在各市场上的旗子 我放了很多旗子 供给小弟的 这些旗子是很信赖的资讯 有从大行研究部 有分老还有来鬼 欧洲是第一个才入市 欧洲央行将今天宣布的重要信息 是改动了少许 这些事情你们不知道 改动了什么 其实不是太重要 但这个信息是有来鬼告诉我 他们会继续强调经济增长有向好的迹象 会高一点的 经济增长 会加上流量低相高 又大上来很快 所以市场成交薄弱是很难解释 欧洲央行有这样意图 不想市场因为宣言而波动 这是我的结论 罪吊鬼是英镑 没有预期大上大落 英国大选上一次再前一次 统查机构出来的数字 便会大上大落 这次不是 这次很奇怪 难道英镑平静是大风暴之前的平静? 根据灵通消息 昨晚我已经邀请同事上youtube和facebook 保守党有家最大的统查公司 youtube 这间统查公司在英国脱欧一役 非常出位 根据方程式和统查计算 听说在650席国会议席中 保守党Teresa May只得到304席 这就糟糟了 现在来都已经大多数了 要叫大选 便变成没有大多数席位 如果这个统茶信得过就麻烦了 但英镑也不动 我估计错误 即是英镑不通 不如大户已开盘等待 另一个统茶机构叫Servation 又是对英镑不利和Teresa May不利 保守党领先只有41.5% 而工档还截截至40.4% 即是相差1% 这消息一定是对英镑无利 如果这个结果是跟着这两个结果 我告诉你英镑很严重 幸好我昨天都会自己开盘 推荐你离开 我都已经先评仓 没什么输赢 算了算了算了 洗牌再玩过 我今天看来真的没睡 因为英国进来后 选民如冠进入投票站 我亦会根据我的资讯目标 我会在YouTube评语栏 将选举情况 我知道的便会打上去 有可能因为太紧急 我会打英文 因为我打不到中文 要用手机用手来写 便不太方便 电脑不懂得打中文 先给你们一些会遇到的scenario 如何评论 算了 如果保守党胜出而有大多数席位 是大胜 席位比现在更多 英镑对美元会立即升破1.3 如果保守党胜出而大多数席位 只在20至50之间 要看20、30、40、50 英镑会大幅波动 会在1.26至1.36 两边走来走去 上落的情况 会根据市场一早已有的盘 是如何认定的 这是最难估计的 可以告诉你 这个scenario 看来最大机会是会发生的 即是会波动一下 1.25、1.35两边走来走去 1,000点波动不算大 如果看脱欧时便会吓死你 若保守党大多数席位比现在少 少到重要 少到重要 跟工党有点叮当码头 赢得得得得 搞到分分钟就是国会元空的Hung Parliament 那就更大事 老实说 我猜不到会有什么 英国去到哪里我也不知道 如果工党胜出肯定是全世界没有人会有这样估计 这是全市最大的黑天鹅 不不欲观之矣 英镑跌到哪里 你问我吗?天才知道 今晚美国市场还有FBI 由人类变成鱿鱼 上去国会的Intelligence Committee 这个Committee不是司法 和司法无关 是没那么重要的 我发觉我这评语难道最流行的两个字 就是狗喉 究竟他有什么狗喉 我也不敢说正语音 我不觉得会有太大的影响 除非他有些惊天动地 说出来 特朗普命令我不准查俄罗斯这件事 否则就会炒油 分分钟会是 为何他会被炒油 会否特朗普真的傻了 会是这样说呢 但又没有录音又没有成 那些证据更薄弱 那些叫做姜丝帐糊 分分钟市场会说 走开一点 知道吗?